这个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 有一天他把弟子叫到床边 张开口用手呢一直嘴巴里的指指口啊 就问弟子你看到了什么 弟子在场的弟子没有一个回答的出 老子说满尺不纯啊 舌头犹在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老子这么大年纪了 你看看我的嘴巴里没有一颗牙齿都有的 全部掉光了 但是我的舌头还在 意思就是说牙齿虽然很坚硬 但是寿命不长 舌头虽然很软 但生命力极强 我们做人脾气大太硬 会伤害你的毁命 所以肛太硬则会折断 舌头虽软而能克肛 心犹如蛇 多讲善良的话 多说善良慈悲的语言 慈悲会给你带来这个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那就是永恒的生命 哇 我觉得我的失敗 iskt 有这种失敗 没有 你要去 PM 知道 Kitchen